文字幕視聚會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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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房子看起來沒什麼問題嘛 就只是窗裏拉起來 然後床看起來簡單一點 然後這個幾個板子這樣子 但它就是投資的房子 這房子我進去過 真的是 真的是 神来一筆 我也不知道以前為什麼會這麼說神來一筆 我就人走走走走到這邊 我都覺得怎麼像這樣 很恐怖 然後跑到外面去看 它根本就是陽台外推的外推 它的支撐非常的薄弱 所以走到這邊會覺得地板一層的感覺 像翹翹板一樣 太恐怖 這是標準的投資房 就是這個人投資的這個房子要賣給你 或是租給你這樣 這種房子多半都有問題 那你會遇到什麼情況呢 就是比如說用回收傢俱 所以你可能買到回收傢俱 因為看起來很漂亮 它是回收的 它可能是從死人堆拿過來 稍微整理一下 死人的床墊也有可能買得到 然後什麼 因為很多傢俱不是要丟棄嗎 就會放在那個路口 然後有些社區 反正你如果你要再走 就再走沒關係 它就無所謂 所以有些人會去撿回收的沙發 稍微繃一下皮 那個床稍微弄一下 然後就把它賣掉 或是放在房子裡面 賣給你很要求 然後再來 漏水不修 投資客的房子怎麼會修漏水呢 漏水很麻煩 很麻煩的 你要挖開從那種 所以有些投資客 注意那個什麼 油漆噴一噴就好了 那你要看房子 我就把水關掉 這個房子很久沒有人住了 所以等到你來就付水錶就好了 他會這樣講 真假很合理對不對 這是投資的房子 我們剛弄好這樣子 還沒有去申請水 等你申請水 水一定不會有問題的啦 他也會這樣講 有可能 結果呢 一送水漏水 或是他用了致癌的油漆 很便宜油漆 都是假權 你問你去 新房子味道好新喔 你就等到一陣 水管不通 因為二次施工的房子 水管應該有泄水坡度 結果他沒有 在不該裝水管的地方 加裝水管 樓下又不跟你接 所以你的水管是平行的 所以譬如說 你的大便都積在你的地板上 水管不通 那你必須要大三次便 才會有發生水管不通的情況 你大一次便是看不出來的啊 所以買到投資客的黑心裝潢房 水管就不會通 你說Sway哥 水管通一通就好了 不是 你今天做水管不是想通就可以通的 排水管 你必須要什麼泄水坡度啦 然後你要什麼 要順啊 管子下去 要接到什麼主幹管 什麼鬼的 沒這麼容易的 所以那種投資客 那種套房 三房轉套房那種房子 盡量都不要碰 原本是那種三房兩天的房子 後來他隔隔隔隔 隔成很多小間的那種套房 不要買 不要當這樣子的包足空 因為那個房子多半都有瑕疵 你可能會遇到什麼 兇宅 投資客很愛買兇宅 然後把它弄乾淨 然後賣給你 然後說我也不知道是兇宅 我住得好好的啊 裝傻對不對 你還要打官司 第二個是法拍屋 法拍屋都會有問題的 沒事不要亂買法拍屋 除非你是非常懂房地產的人 不然就是你主上三代基德 你家前三代都在做官 然後換到你是個小市民這樣 平靠一點運氣 可以買到沒有問題的法拍屋 不然多數法拍屋都有問題 然後呢 法拍屋已經是衰的房子 屋主住住住 住到法拍屋的衰啊 一衰到靠北 然後你是接他的靠北 為什麼要做這種事情 你不信邪對不對 很多買法拍屋的年輕人 真的不信邪說 前屋主是已經倒霉鬼了 地獄倒霉鬼 然後我去租 我的命一定比他好 所以我絕對不會是地獄倒霉鬼 然後結果你就變成下一個地獄倒霉鬼 所以法拍屋呢 能不碰就不要碰 違建屋 養套殺的房子有沒有 就是 它室內的主建物坪數只有物坪 你必須要陽台外推才可以使用 才可以方便住 不然你家裡買個幾百萬 七八百萬六七百萬 你只能放一張床 然後我以為我再繼續插刀說 旁邊都是墳墓啊 墳墓無隔界啊 什麼鬼的 違建屋 違建屋不要碰 尤其是台北市 台北市新房子 在一百零二年之後 必須要出具無違建證明 才能夠移轉 所以你房子如果有違建 就不能移轉 賣房子你要把違建拆掉 才能夠賣掉 很麻煩的 瑕疵屋 這些房子啊都比較便宜啊 或者是說看起來都比較漂亮啊 你看 請問各位記不記得這個房子 這個 就是 我也大概忘記那個劇情了 然後就是好像發生凶殺案 然後這個就是 用水泥把它埋在房間裡 這個房子就是凶宅對不對 因為發生凶殺案 百分之三千是凶宅 好像賣掉了耶 因為便宜嘛 五折賣 你要不要買 買回去把它尻掉敲掉 然後什麼 船過水無痕 過了半年三年 或是租給不知情的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需要租房子 然後你就住在飄房這樣 超噁心對不對 沒事不要亂碰這種房子啊 拜託啊 所以你買到這樣的房子 就會出現很多問題 永慶首創實境找房 不只看房 還能看到生活圈 找房何不實境看看 全新上線專人導覽 安心防疫賞屋零距離 立即下載永慶快搜 最新影片都在好房網YouTube頻道 記得一定要訂閱哦 打開小鈴鐺哦 第一時間收到最新通知